最近是春酒的忘記喝了酒 千萬不要開車 有員警直接上網PO文說 他們在攔檢車子 其實有一套潛規則 隔熱紙貼太黑 很可能被警方盯上嗎 或是你的車牌 可能有一些秘密你沒注意到嗎 遠遠的看到你的車 某些車就容易會被攔檢 到底是哪些特質的車呢 同時我們要談談 遇到警方來攔檢 你除了乖乖配合之外 你自己是汽車駕駛人 有沒有哪些權益 應該要保障自己呢 更多重要內容都在 今天晚上的夢想街 57號 觀眾朋友晚安 我是怡婷 現在在春酒的旺季 有時候或多或少 你有推不掉的酒湯 不管你喝一瓶酒兩瓶酒 一杯兩杯或一口酒 我們都建議你根本就不要開車了 叫計程車或是請人代駕 至少呢不違規不違法 而且保障到你自己跟別人的安全 但在此同時 最近這個討論熱度非常熱的就是 如果我開車 而我拒絕 我拒絕零檢而逃逸的話 只罰6000 記住喔 我說只罰 原因是因為你停車拒絕酒車 是罰到9萬 這有符合比例原則嗎 今天我們一起來探討 同時有人說我一直都是奉公手法 為什麼每次零檢警察總會盯上我 是不是跟你的駕駛行為 或是你的一些改造 或是你的車款 有一點點關係呢 今天把它搞清楚囉 歡迎加入我們的達人好朋友們 首先有請 我們的行事警官 謝偉岳 薛教官 還有David Lin 曾萊廷 乃哥 以及汽車玩家 Simon 其實我們今天有些來賓呢 或多或少都被零檢過 我當然有常常被零檢的 還有去零檢別人的 我們來看看什麼樣的狀況 會被零檢 很多人說被警察零檢 我到底要怎麼樣應對 有時候警察是無理的 或是讓你不舒服的 那我們今天好好來探討一下 其實警察在做零檢的時候 他自己某種程度上 也面臨到危險 比方說之前不是有警察 就被這個重機撞到對不對 他是在取締 對 其實是很危險的 可是遇到的時候 雙方最好不要陷入 有情緒的溝通 好 我們先來看看 這句話不是我講的 是警方告訴外界的 因為他在藍檢 在檢查車子 或他特別容易藍檢車子 他說他在心裡頭 有排名的 有些車他就特別容易藍 我們來看這一個案例 其實我相信在 反正台灣 這個警察實在是非常辛苦 尤其我常常看到在交流道上 一個禮拜三次四次 都有設所謂的藍檢站 對不對 在上交流道的時候 或者是一些高架 快速道路都有設 那其實你會發現 如果他每一台都藍的話 其實有時候會造成交通的灰度 甚至說車流量大的時候 所以他不是每次藍的時候 他有什麼特別的秘密 其實這一次的案例 就是讓基層的員警 他跟分享 跟大家分享說 他怎麼藍車 有什麼狀況 可是很多網友就說 你這樣子一分享 很多真的有心人士 就會怎麼樣 規避這些 當然啊 我以這個案例來說 就是說為什麼他會抓到 這一個跟毒品案有關的 這個犯罪行為呢 其實他說很簡單啊 因為他開了一台 B&W 5系列 那車上的是什麼 三位年輕人 好像跟那個身分不太符合 不是只看車款 不是說我看5系列 我就覺得懷疑你 是你裡面是三個年輕人 對 而且才20出頭而已 會不會偷開別人的車 或者是爸爸媽媽的車 或是怎麼樣 然後就是在思考 還是無罩駕駛什麼 當你有違規行為 當然一定來嘛 但是當我開始有懷疑的時候 就說好像不對 攔下來問問看 是不是說 你是偷開家裡的車 還是無罩駕駛 還是什麼樣 有什麼情勢 結果誰知道 這車窗一搖下來 就發現了很多的東西 就是毒品啊 但是我們是看到說 這一個案例 就讓我們知道 開車的時候 不是說你不能開BMW 可能就是說 你的身分跟車款不太適合的時候 就容易被警方注意 所以這個警方呢 其實有很多的這個 大數據的原則 對 你說到大數據 今天要告訴大家 謝教官帶來滿滿的大數據 因為警察在攔檢的時候 他的雷達 他會秀到一些不尋常 我們等一下一個個來破解 可是大家應該都有被攔檢過 道維哥你奉公守法 你有被攔檢過 我一次真的是很少被攔檢過 所以我沒有什麼被攔檢的經驗 少來 但是我有一次 很強烈的印象就是 我一次要去機場 我自己開車去機場 從台北 走高速公路的時候 我心死在路間 結果我突然聽到 有那強烈的喇叭的警笛聲 跟後面有人在揮旗子 我以為是警察 有急要的事情要改式 所以我還降下車窗 請他繞過我 結果警察繼續逼著我 看來是要我停下車來 結果我一停下車來之後 警察就指著說 前面的路牌你沒有看到嗎 現在這段時間 是不能行駛路間的 我以為都可以 所以我說我真的不清楚 我說我現在要趕去機場 看我的行李箱 就放在我的後座這樣子 但是我當時說那你機票咧 我說機票在機場 有人用旅行社拿著 我說我現在要趕去 然後警察說這樣子 那這樣要不替你開道咧 我說真的假的 對 他這樣說 我說那倒也不必 我現在時間還來得及 就不需要了 所以那是我的一次就是說 強烈就被攔下來的那種感覺 但是這個結果卻是讓我覺得說 這警察的確我那個時間是違法的 但是他卻說 因為我這個情況 他說特殊 他有通融 對 他讓我就趕快趕快過去 所以我這次我覺得 這台灣警察真的還真的蠻不錯的 就勤理髮 他先看看你的這個 是不是情有可原對不對 乃哥一定常常被攔檢 我真的常常被攔檢 因為我說真的 我跟騎摩托車 戴上安全帽 現在很多山路 幾乎抬抬都檢 但是我剛剛聽到大維哥這個 我也想到說 有一個法外施恩的攔檢經驗 你知道嗎 其實我記得沒錯 大概2000年左右 就是一群媒體去試車 在花東 那車很少嘛 然後我們速度 真的稍微快了一點 結果我就被警察攔下來 攔下來之後 他就說你知道什麼事嗎 我就說不好意思 那個意思 可能速度有一點快 他說對 不要逼我 不要逼我 我說那沒關係 不要逼你什麼 他說不要逼我 我今天沒帶罰單 怎麼可能 真的 我不相信 他說我沒帶罰單 然後我就說那怎麼辦呢 他就說 所以我攔你下來 告誡你 好 不要逼我 因為我沒帶罰單 這怎麼可能 其實有時候警察工作 非常譬如說我們今天是 送人犯到地檢署 這個也不是 交通告發的刑務 所以你不可能罰單隨時放在 帶著你知道嗎 你現在沒有在出這一個勤務 但是往往這樣子的機會 我們就會給他做一個 因為我常跟他講說 一定要告誡 就像我們要小孩聽話 不是拿棍子就猛打 我要你守規矩 不是一定要看你罰單 我希望你一定要記取這樣的 能夠達到這樣的效果 我們不是說被攔檢 表示我一定是不好或幹嘛 因為那是警察基於職責 跟Simon你常常被攔檢 你是我今天問下來 最常被攔檢的一位來賓 真的 剛剛你說的就對了 被攔檢下來並不是因為 你可能不是好人或怎麼樣 對 不要有這種心態 我們不要講 我長得這麼正常 都常被攔檢 你長得沒有很正常吧 可是我常被攔檢的原因 也有一點就是蠻好笑 就是說 常常攔檢下來 我遇過兩三次 攔檢下來穿穿搖下來 他先問我說 你這台什麼車 結果我回答之後 他就跟後面的緣情說 你看吧 我猜對了 這個就比較好軟一點 不會吧 那個車子太刷了 像當然剛剛大維哥講的 有些我們人民保母 其實台灣人民保母算 真的很不錯了 很辛苦啊 真的很辛苦 很不錯了 你看美國 美國遇到攔檢 你能不能下車 你連下車機會都沒有 雙手還放方向盤 就比較硬派一點 那台灣人民保母就是比較良善 那當然也是有數值高跟數值低 我講的是我朋友攔檢的經驗 我也在車上 那次是在高架道路上面 然後因為是遇到春安 春安的領檢 然後直接我們開在路上 在行駛當中 直接被一台警車 正面的 側面攔下來 攔下來呢 二話不說 每個警察就已經 手在握著牆了 為了發生什麼事情 我們也沒有違規 也沒有超速 也沒有酒駕 都沒有 就是乖乖的駕駛 對 結果一搖下車窗 他第一句話直接問我朋友 你那個上次的案件 執行結束沒 怎麼會這樣子 對 那我們全車的人 都以為 OK 駕駛他是一個 他其實真是好好的先生 可是都不知道他的過去 你警察一開窗 就直接挑明 講一下他過去 那讓他的家人 跟我們這些朋友情何以堪 你們都不知道 都完全不知道 他是怎麼樣 他是更生人嗎 他算是更生人 可是更生人 至少我們的觀念 也有再生的機會 對 不是 問題是警察怎麼認出他 看車牌 從車牌追到他 對 車牌 因為是他的名字 然後直接就是 調出來可能是他的名字 可能有之前 辦過一些刑案還是什麼的 不了解 可是這樣的話 素質就真的有點太 超過 是這麼說嗎 這樣對 用車牌追到人 你不需要搖下窗 一堆小孩 老婆 朋友 都在車上 所以一般警察藍檢 我們有一句話說 什麼人玩什麼鳥 他們有錢人玩金獅雀 那中產階級玩死姐妹 那窮人是玩麻雀 那所以說 一般我們看開車的人 譬如說這台是大漆的 一台四五百萬的車 結果才一個 大概十九二十歲的小矛頭 對 那這個 尤其是以前國道公路警察 有收費站都要捲下來 拿收費票出來有沒有 窗戶捲下來 警察站在那裡看 就是看車兩個有沒有對稱 稍微瞄一眼我就知道 裡面是不是那麼單純 然後如果不對正的 就揮你到旁邊來 對不對 那剛剛乃哥在講說 像VMW的車 像各種車 因為我們在食物裡面 去看到很多像 那樣的年齡層的人 比如說有拉K的 有吸毒的 這一些 一般我們會判斷 像剛剛賽門講 那用車牌 那是比較少 那比較少 對 一般的警察 有時候電腦 但是是有這麼做的 但是我以前 我辦過交通業務 就像我們那個酒色吹氣 那個嘴只能用一次 對 那你如果說 你一次出勤 只有帶一個塑膠袋裡面 裝了50個 你不可能每一台都讓人吹 馬上50個就消化掉了 你第一階段自己先過濾 先聞一下 那個像免洗餐具一樣 一個人只能用一次 你不能別人 韓國人你再叫他喊 所以我們會挑擊 第一個像我們像聞味道 然後再來就是說 有時候我們在從職業的判斷裡面來講 北中南都不一樣 對 你像台北 台北的零檢點 對 像我常講警察在零檢入檢 就像那個漁夫在射漁網一樣 對 今天我網子丟在哪裡 撈起來如果沒有魚蝦 那可能我就要想換地方了 對 但一般來講像台北 台中高雄 這三個很典型的就是說 對 我們有稍微歸納一下 從謝家官給我們的線索來看 但它的零檢的戰術 應該說戰術不太一樣 不一樣 因為你要知道像台北 它是一個國際都會 它有可能很多像外籍旅客 那哪一些像日本客 會在哪一些酒店的地方出沒 那像中部 我以前在中部服務過 北部我也服務過 中部叫封閉戰術 對 中部最主要怎麼樣 你像很妙的就是整個彰化線 整個彰化線沒有一家百貨公司 全部在台中市 一個台灣道道一下來 你就看到好多家 那酒店也是一樣 娛樂場所在棲息在哪裡 所以說彰化 南投 海線的兄弟 都往市區來 那喝完了他們會往哪裡走 那那些像那個成廊的四周 或巷弄間 甚至單行道 因為那個酒店的停車場 靠在哪個位置 那像北部像那個扎道有沒有 像市民高架 建國高架 那個他們進來的時候 進來的時候 比如說跨縣市進來 桃園過來台北 那我們下來的地方 讓你連回頭的機會都沒有 順序的一直揮過來 沒得逃啦 就是一個一個要看 那南部 就是以前各位都有印象 南部的飆車族橫行的時候 那甚至還跟警方挑釁 我以前遇過半夜來拍手門口 丟鞭炮的 有 鞭炮點燃 然後進國拍手給你丟 還有丟信號彈的 那後來警方就用口袋戰術 像那個地下道有沒有 你只要下去地下道以後出來 所有警方重兵都在那裡 但是也是蠻危險的 一定要考慮到他會不會衝撞 對啊 因為他走投無路的時候 他只能往前衝啊 我不給你攔檢 所以我們那句話叫什麼 叫狗急跳牆 你逼急他了他就 不管你警察站幾個 他就是撞 但是所有說只要是夜間 我都已經要求最前面那一個 拿什麼 拿一個很強力的探照燈 對 為什麼 因為我們有一句話叫 眼睛是靈魂之霜 當你如果照著他的眼睛 讓他沒有辦法開車 他連撞的機會都沒辦法 他一定要停下來 你知道嗎 不然你警箱打破了輪胎 輪圈他照常跟你撞 所以我認為很有效的是什麼 眼睛讓他看不到 看不到他就一定停了 所以說不管是北 不管是中 不管是南 警察同仁如果在夜間的時候 我剛剛講那個眼睛是最重要的 你如果強力照著他 他沒辦法開車 先攻擊眼睛 對 但是你一定要注意到 一定會有人這樣的狀態 只要這樣的狀態 他就是警察造成傷亡 對 很重要的原因 對 這是我們今天大數據的第一步 因為後面有更多的大數據 我們來看看警方是怎麼樣 逮到這一些人的 但是這個有時候攔檢 為什麼我們已經想說那麼多人 警方總要過濾的 為什麼總是過濾都會濾到我 我永遠都會被攔檢 原因是什麼呢 你的駕駛行為也會影響到 你的駕駛行為有時候呢 有一些特殊的一些不一樣 跟別人不一樣的行為你就會被攔 對 其實剛剛我們說到 遠景在分析的時候 除了你的車型車牌之外呢 還有一個最常見的 我們在很多的新聞裡面 可以發現到是怎樣 因為單純的違規 而破獲了很多的案子 所以第一 違規一定會攔 其實在台灣很常見的就是闖紅燈 但是呢 通常 不管你有沒有設靈檢站 你闖紅燈 第一 他就是違規 違規他一定會去攔你 但是攔你的時候 我們剛剛不是說到嗎 車窗一搖下來 可能會有什麼 味道 對 那這個味道一出來的話 就會什麼 可能跟毒品有關 那車窗搖下來 神色慌張 那可能就是 車上可能有不應該有的東西 對 所以第一 車輛違規 大部分都是一個說 我攔停最重要的 因為你就違規了嘛 一定要攔的 對 但是因為攔停而破獲很多案子 絕對是也佔大多數 對 第二個就是行跡可疑 你知道人是有那個 就像天性的 如果小時候學生作弊的時候 為什麼很容易抓 因為我會臉紅啊 我太容易臉紅了 所以我都 所以練舊作弊不臉紅 對 那個小超一拿起來 我臉就紅了 所以那個老師一看就知道了 那這就叫什麼 行跡可疑 作賊心虛啦 作賊心虛 那我們人一看到警察 我不要說以前學生的時候 我們在現在高速公路 不管你有沒有超速 前面有看到紅斑馬 第一個會怎樣 收油門 對不對 那個是反射動作 檢查一下安全帶有沒有扣好 安全帶是一定會扣 但是你會覺得說會疏忽的是什麼 大部分是因為車速 以前沒有定速的時候都會覺得說 我是不是快了一點 只要看到一點點紅斑馬的影子 就會扶猶自主的收一下油門 對不對 這就是人的反應 那今天如果你有事情 坐姦犯科 或有不良的行為的時候呢 你一定會怎樣 行跡可疑 譬如說你的車突然晃一下 或一直要往旁邊閃躲 離開跟警車的距離突然就變化 或者是突然要加速或變換車道 所以這一個呢 也是所謂藍檢的非常重要的一個依據 對 好 大數據的時間 Part 2 謝謝教官 其實行跡可疑不是我們說的算 任何人看到警察多少都會收個油門 多少都會有一點點小小的反應 儘管只有一點點 但是有反應嘛 那你怎麼知道這個反應是 可能有要懷疑的 也不見得每一個都有反應 已經有人練就到作弊不會臉紅了 我們看很多 像以前我在山區服務 那個原住民 那個路段譬如說限速40嘛 然後他開50 他想說有10公里的Asobia 經過了以後 你警察跟他照 怎麼會跟我照 再繞回去 他前面他再繞回去 再開一次 我這次只開30 你又跟我照 他都停到路邊 他跑下來跟你理論 是喔 我開30而已 你怎麼跟我照 我是照你沒有西安全帶 畫錯重點 這會先生 那事實上警察在 像我們剛剛講這些藍檢 其實上過去我們的經驗裡面 因為譬如說 過去公路總局那個車牌 車牌以前的兩個字的有沒有 英文字兩個字的 那阿拉伯數字四個字的 阿拉伯數字四個字 所以以前的租刃車 比如說AA、BB有沒有 後來英文字發完了 就用阿拉伯數字 對 比如說77多少 那又用完了 現在新款的車牌 英文字就三個字了 對 所以公路總局 現在把租刃的部分放在 第一個R R開頭 Rental 對 所以你在外面的時候 比如說一般的民眾 像租車 假設你現在肯定到哪裡去租車 如果他交給你不是R開頭的 那可能就是白排車來租給你 你知道嗎 那個可能就不是租刃的車輛 那租刃的車輛一般為什麼 因為過去我們的經驗裡面 我們抓過很多 比如說你正常你去作案 你都知道台灣現在的監視器 跟行車紀錄器的普及度 任何一個作案 不可能開自己的車去作案 所以一定去租車 所以你們看到租刃車特別容易去攔檢 對 會特別容易 那我剛剛提醒的就是說 現在新款的租刃車 開頭是R 對 所以你只要看到R 你就知道那個是租刃車輛 那也不是說租刃車輛都不好 對 那只是說我們過去在刑案的 遇到很多的 他不會用自己的車去做 對 所以租刃車 你就稍微多注意一分 對 那要提醒 尤其租刃 因為像我過去 我辦了非常多的案子 那我剛好做機會教育 因為租刃你租車或是他租你 租車公司怕你 因為比如說你雙證券 結果那兩張證券都假的 然後你花了幾千塊租了兩天 第三天不還車了 完全不還了 而且找不到你 留下的電話是空號 對 那公司一定怕你嘛 所以現在租刃車幾乎每一台 都有裝GPS 對 為了要掌握我的車被開去哪裡 第三天你不完車他馬上開GPS 查看車在哪裡 那我剛剛提醒的就是說 如果我們民眾 一般的民眾我們有機會去租車 因為他們公司一定會裝這些設備 而且他只交給你一支鑰匙 對 我們都知道一支台新車有兩支鑰匙 對 如果他有心派一組人跟著你 然後你停好你去吃飯 然後過來一按就把你開走 那你租了以後你是不是吊車了 對啊 你要不要賠 要啊 因為車站有時候不見的啊 你要賠 所以他們講的一台車 一條牛可以扒兩次皮 他們保險公司賠以外 你租了也要賠 還要賠營業損失 所以我過去我辦過一個 專門利用租車的集團 他們都保持兩年內的新車在租車 大概兩年到了 就要想辦法讓它消失了 那就是要找一個倒楣的 替死鬼來墊底 也就是說他先去租車 他拿到鑰匙 他回去慢慢的複製 然後還回去 然後下一個租車的人 他把車子直接偷走了 我剛剛講的是公司在怕客人 對 因為客人 客人有可能租車他有用途的 對 假設我譬如說我現在颱風泡水車 整個地下室都泡水了 對 那這台是BMW我要修嘛 對 那我就去租一台一模一樣的BMW 哎唷 然後回來以後 以前我們常提醒警察 提醒民眾 不要把鑰匙交給別人 對 對不對 趴車也好 美容也好 但是你租車是整整兩天在我手上 那我這兩天我就可以慢慢來 我下午再找一個高手 整個全部複製 然後明天車還你嘛 對 我已經有一把鑰匙了 他還有時間測試一下 對 所以說我剛剛提醒的就是說 像客人如果去租車 你最好為了怕車行動手腳 你就自己帶著鑰匙去 自己帶鑰匙去 如果我租車我也把車子上鑰匙去 如果是車行的話 任何的客人留什麼雙證件 最有用的是什麼 是一枚指紋 要留指紋 對 我破很多都是根據指紋來的 因為身份證假的 駕照假的 健保卡也是假的 那那個是百密有一書 他是無意中留到指紋的 你知道嗎 他就是說 他去跟租的公司 所有留的證件全部是假的 那現在有一種超跑租刃對不對 你不要認為說我這個這麼好的車 而且你要壓 比如說一天租一天5萬或多少 租了以後變乳車勒署 你的車在我手上 你要拿回去你要付多少 那不然我就要把你賣到國外去 所以說這個租車也有很多的跌對跌 對 我們一定要小心 對 但是從大數據來看 最後謝大公安怎麼破案呢 因為那個租車公司好像還回去 他根本沒跑不是嗎 對 因為我們警方也是從數據裡面分析 因為每一個租車一定有用途嘛 那這台車他們車廂都有登記 他兩天前來租的時候是幾公里 那還車的時候 他的公里數只多出6公里 等於沒開啊 你跟我租兩天只開6公里 如果兩天租了兩天開了6公里 那乾脆計程車還比較便宜 對啊 說真的 攔著計程車6公里而已 所以車子還租車公司 你還要檢查一下 他到底開多少里程書 所以他是從這裡露線的 他是從這個地方露線的 那所以說也就是說 因為租車公司 我後來在我轄區裡面 我都提醒他 你一定要最好要求客人留指紋 不然現在偽造證件的技術太精密了 你根本辨識不出來 對 所以由此可知 租賃車為什麼你常租車會被攔檢 原因是因為他可能會有種種問題 這警方也算是給彼此一個保障 租車公司或跟租車的人 但有些車款 我們現在用車款來看 他在路上有時候比較容易被攔檢 但是這什麼道理 因為現在網友在熱烈的討論這些事情 這些車 其實我這邊很多朋友都有的 而且很多都是像大維哥這樣子 奉公守法的人 事實上除了奉公守法之外 事實上警察不是只看你 有你的人長相而已 他事實上最主要是先看到你的車子 所以有些車子很奇怪 他就是容易被攔檢到 目前網路上就有人很多人在討論說 而且是警察聽出來 有個機程員提的 他說有些車他就會特別去注意他 這是現在的一個 就是上次就是最近有個警察就是說 有些車款我們就會攔的 這些像什麼 賓士 賓士有很多車 但並不是每一款賓士都是會被攔的 有些車子攔的比較少 有些車子被攔的紀錄要高 像這款C300 C300我們上次不是說 最近貿易商車 外匯車 特別多 因為它入手好入手 但性能也不錯 開出去也有班 所以說這C300進入榜 這是毫不為過的 本來就是嘛對不對 看起來就是很大班的 至於像福士的Golf 那當然 這我想這就是一根比較入門的小地 因為這車子畢竟你要上去 也不就是200PGTI或什麼 開到R級的 那當然是比較少的 這樣子 可是像Golf 那顯然這是一個等級的小地 至於是B&W320 那當然320是跟C300 同一個級數的這樣子的 主管機房車 但是320可能會有點 我們覺得我們剛才也在討論說 這320怎麼會容易被攔呢 最起碼要M3或Ci 對 雙門的 感覺是比較性能重一點的 對 比較容易 就不是耶 這好像開媽媽的車 或開爸爸的車出來一樣 這很奇怪對不對 對 謝教官真的嗎 這三款 其實大偉哥剛剛講C300 很遠的來我們怎麼判別 他是總代理還是貿易傷勁的 他的新的 他那個側板有一個黃色的 黃色的 方向燈 玫瑰 對 就是玫瑰 對 所以遠遠的一看就知道 我們就知道那個 一般來講外賣 你賤賺很厲害耶 對車有了解耶 所以建議大哥小弟們 把他換掉 你不要臭臭物事辦好不好 但是警方遠遠看就覺得 他是外賣 但是我現在要講一件事 外匯車不代表他開的 這個外匯車的人是不OK的人 但是警方會比較 某種程度上 以他的大數據經驗判斷 會覺得我稍微多留意一下下 接下來有兩款車 蠻特別的 馬薩拉蒂對不對 Porsche的SUV 居然也都入榜了 你不就開 我們先來看馬薩拉蒂好了 馬薩拉蒂最近 我們假如注意到新聞的話 很多詐騙集團的首腦或大哥 他們居然開的都是馬薩拉蒂 這原來我們去探討一下 原來是什麼原因 原來是 因為這個詐騙集團 他們激勵下面 你要力爭上游 好好做到像我位子 就可以開到什麼 馬薩拉蒂 因為我覺得 這是最近的新聞世界 有出來會讓人覺得說 那我是不是多留意一點點 而且馬薩他就 代表就是更高的一個層級 一開出去就很大班 對不對 這個要問邪教官 因為目前為止這幾款 我都有點難理解 但你剛剛解釋以後 我覺得前面外匯車 這個可以思考 但是馬薩拉蒂跟Porsche 怎麼會比較容易被你們注意一下 你看最近警察單位 破了很多詐騙集團 因為他們很怕跑到國外 萬一被抓到 遣送到中國去審判 所以現在很多跑回來台灣 那跑回來台灣 他們在中南部的鄉下 譬如租那種透天的別墅 還裝了隔音什麼的 那這樣的詐騙集團 社會新聞看到很多 甚至像我們過去抓那種 船直銷 因為為什麼 因為船直銷 有可能吸金的話 它就是比如說 要讓下線看到 你的上線難賺 他們都開很好的車 而且公司你看 就這樣的車 所以反而你要開更好的車 它等於是一個身分的表徵 就是如同我常在開玩笑的講 我說民眾報案 我常跟警察同仁講說 你只要坐值班台 坐六年 大概就可以算命了 為什麼 因為你看那個人 在門口停機車 他要來報案那種狀態 你就知道他可能來報什麼案 真的喔 你知道嗎 如果看到那種不懼自射 那應該沒有那個 我們開玩笑再講 那我說 我常常講說 比如說民眾報案 現在有人開車 在車內排廢氣自殺 或是燒炭自殺 那我們到現場只看到一台 雙幣的小車 然後是一個女的 那八成是婚外情 可能是小三嘛 這是大數據 對 經驗法則 因為小三可能就是說 也滿得到寵愛 就買好車給他 他是一直沒有名分 他燒炭 那如果那種經濟因素的 可能就開那種箱形車破車 全台灣我們在看 整個民情 你有沒有感覺 他們講北部比較緊張 所以北部只有點點頭 到了中部叫握握手 到了南部叫喝喝酒 那個民風是這樣子的 那所以說我們自己 在全省這樣跑 看到很多像 我們剛剛講的 那籃捲率高就是說 因為這樣的車 在我們的大數據裡面 他是比較有一些狀況的 對 但是 這一個只是一個大數據的參考 對 上個月警方破獲一個孕毒 用什麼孕毒你知道嗎 用娃娃車 他去買娃娃車 娃娃車 他算準你警察不會去攔娃娃的 因為你在大數據裡面 絕對撈不到我這一車 對 所以說這一個一定不能說 一定定型在 對 也是有一些腦筋 會犯罪很高的 那種腦筋很好的 對 我覺得就是真的是這樣 因為我們認識這些車主 對 但是總是會有一些特案 那他就浮出來了 新聞你注意到 你就覺得好像是不是這樣 好像也未必 大哥 那你自己怎麼看呢 哪一些車 比較容易會被攔截 你自己覺得 我覺得 在我過去的印象 我覺得是這一步 硬皮沙 對 你過去的印象 對 還不是現在這一代 是在什麼18、19年前的時候 這一款 當年可是下下叫 那我要釐清一件事情 你說的是在當年容易被攔截 不是現在 因為現在都開在台 應該不太會被攔截 現在比較少了 可是當年的話 因為台灣的市場 你要回說 差不多快20年前 台灣市場 事實上性能車款很少 即便要有性能 車價也很貴 很高很貴 所以在當時這個大慶 它引進的 蘇巴陸這個 Impreza GT Turbo 這個多少 218匹馬力 很變耶 當時國產車裡面 性能的王 而且它還是四輪傳動 當時還是武術手排 手排車 但是大家都喜歡 為什麼 性能好 衝得快 所以當時 一出來之後 它居然 國產車的這種銷售 比它一般 Impreza的國產1.8 賣得還要好 一年它差不多 可以賣到800輛 都一定是年輕人去買 而且老實說了 買來之後 大家就拼命改 改來就在路上衝 所以那時候 警察最喜歡攔截這款車 而且警車也可能追不上它 對不對 所以路上看到先攔截 對 先攔截 那當年的狀況 老實說當時 當年開這款車 大家 很多人都追這款車 印象就是覺得說 開這車就一定很喜歡 很充實狀 沒錯 我可以理解大維哥 舉當年的例子 因為那時候你血氣方剛 現在你已經是前世的男人 但現在還是血氣方剛 我看就塞門了對不對 什麼樣的車 你覺得容易被攔截 其實剛剛大維哥講的 那個Impreza 其實現在時下年輕人 你注意看 他們都受到電影的影響比較多 早期你看Impreza 幾速傳說嘛 鄧峰 對不對 人要比車兇 那現在不一樣了 現在的話 我是認為是這一台 86 Toyota的86 誰不愛86啊 那講到86就會想到什麼 藤原豆腐 偷溫至低 對不對 彎得過就是拓海 彎不過就是填海 對不對 現在網路上有很多這種 這種話語展現 所以這個86呢 它除了車價很容易取得之外 對 你看新車一台才一百多萬 那你中古車頂多五六十萬 就中了 再加上它的改裝品 非常容易取得 對 那有時候白天看起來 它是一台很正常的車 可是到了晚上 你看年輕人熱血嘛 那熱血的話呢 它除了開得快之外 再來很喜歡改的怪七八怪 不管是聲音也好 燈光也好 看起來就壞壞 對 看起來就壞 那警察就特別喜歡攔檢這種車輛 對 有些裝烽火輪 都有 所以你現在這樣是心有所感 是不是 你有86嗎 我 本來很想買86 本來很喜歡 可是基本上還是喜歡肌肉車的 感受比較大 可是你看86它也是有肌肉線條 有啊 所以我比較 我本身也是很喜歡86這一台 對 線條官他們兩個的分心 你覺得同意嗎 對 當然那個硬皮煞已經過了 那個時代過了 但是86的話呢 現在真的警方容易去攔檢嗎 因為警方現在容易攔檢的是 停產的車 停產的車 等一下 我還真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停產的車 可能它零組件的需求大 你像Toyota有一台衛序 裡面的東西 來源不明 停產的車它就是覺得 如果你拿了這台車 你可能是要去把它拆解 用它的零件 這是一個點 那如果有時候你是追 取締它的違規的話 可能那種跑得快了 你也會注意 就是在不同方向對不對 對 所以86 86就是摔 不是Simon你常被淋檢 因為你都通常開什麼車 通常就是肌肉車嘛 那肌肉車其實 就摔耶 量少 摔會摔 可是就量少 你知道其實剛剛Simon講到 就是改燈 你知道晚上警察看到車 就兩個燈 就是頭燈嘛 對 可是如果你多出很多燈的話 那就是逼我要攔你的 霓虹燈 對不對 你說這台車就特別顯眼 在十台車開過來 就一台車特別亮 就在閃爍 對 你不攔它你要攔誰 那個在我們在講 叫電子型花車嘛 對 沒錯 比較正頭的會比較喜歡 所以你改到太過頭 就是容易被注意 對 其實也把它改過頭 有些比如說稀有車種 對 稀有吧 稀有車種 像我剛剛講的很多警察 你就算沒有違規 它也會攔你下來 對 攔你下來就是 問你車款是什麼車嘛 之外 再來稀有車種 它也會覺得說 你這台車是不是所謂的拼裝車 所以是AB車 對 這些來源 它都會攔檢 它合理懷疑嗎 所以我們從你現在 給我們的資訊 我們大家一起對症下腰 因為Simon常常被零檢 我們歸掉一下原因 車子很穿 車子可能有改 或者是車子很稀有 那可是有時候 人家不知道你長相 因為我要攔檢 你遠遠的你關著 我不知道你長相 為什麼會偏偏就要攔他 洗澡管 就跟我說啦 就是車款嘛 還有就是你隔熱紙 隔熱紙 太黑 隔熱紙貼太黑容易被攔檢 因為很多 像過去我們抓到 像有一些 車上有毒品的啦 而且那毒品多巧妙 用那個小鐵盒 用強力磁鐵吸著 所以真的要很深入啦 那也剛剛 那個乃哥講的 有時候我們看眼神嘛 因為人的眼神啊 然後還有警方有時候 出其不意 比如說這個人有通緝 我就要問你 他被他弟弟的出生人 被得很熟 身分身之後也被很熟 那我們突然一個回馬槍說 你12生效數什麼 他才想說他被我弟弟的 我弟弟數什麼 趕快再算一下 那就慢了你知道嗎 所以從那個反應就知道 你這是被別人的東西 對 所以有時候我們會用 哪一些方式不一定啦 那也會用哪一種也不一定 也如同我剛剛有提醒了說 我們曾經抓過 用娃娃車運毒 你從來沒有想過 你的數據裡面沒有 而且我告訴你 台灣很多的 譬如像我們掌握那些數據裡面 你知道台灣現在有申請 合法執照的零車啊 只有267台 真的喔 只有267台喔 這麼少 那有兩個縣市是零喔 嘉義縣是零 跟連江縣是零 所以在這兩個縣市看到零車 你認為呢 舊遊鬼 旅遊 你認為呢 警察真的要懂很多耶 對 所以說有時候 像以正常來講 哪一些是我們認為說 可能你這樣一出手 可能會有績效 對 你知道嗎 藍的老半天 他的目標也是要績效嘛 對 那挑哪一些比較出手 就有績效 那你如果到那種鄉下地方 遇到那種 穿著工作鞋的啦 全身滿身土的 你會藍他的那一般的農用車嗎 不會 對 相同的道理 所以我用大數據看 Simon開西遊車 然後他把自己打扮得帥帥的 然後隔日子貼超黑的 然後你藍檢之後 你會問他什麼問題 我要怎麼樣套他 請問你是幾天幾月幾日生 沒有 結果我有遇過 如果有證件 直接拿證件來看 很多都說我沒有帶證件 那尤其酒駕的 我跟會會提醒一下 很多梗只能用到現在差不多了 因為清明過後 大概薑母鴨就收了啦 不要每一次都講我吃薑母鴨 你知道嗎 因為夏天很多薑母鴨都收了 這麼熱情去吃真的會太上火了 但是我告訴你有一個更扯的 我遇到有一個我攔下來 他車上放一套激公的服裝 激公的服裝 然後原來警察在攔檢對不對 他馬上停到旁邊激公服裝穿起來 拿一個葫蘆啦 拿一個葫蘆 然後跟警察講說 警察先生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我是斷激公 那我剛剛參加廟會 那因為我廟會我激公要喝酒 他會洗雞 所以會有一點酒這樣 這個理由也說得出來 真的啊 我剛剛不是跟你講薑母鴨嗎 對 薑母鴨我就問你去哪一家吃啊 講不出來 吃多少錢講不出來 跟誰吃也講不出來 有沒有花票 沒有什麼都沒有 那你就知道那是掰的吧 但是他所以才有人研發出激公這一招 對啊 一年四季都會 一年四季他參加法會 他拿一個葫蘆裡面裝酒啊 所以他參加法會難免都會喝酒 那這一定還是得吹啊 因為還有酒味啊 因為酒駕零容忍嘛 對不對 其實你要知道 就像你沒有抽菸的人 有一個人在室內剛抽完 你一進去 有沒有聞到味道 對一樣的警察沒有 譬如說我們這樣一聞 就聞到那種味道 或是拉K的 那我們的職業敏感度 就起來了嘛 所以我剛剛不是有跟你講 我們不可能 譬如說一次出勤 只有帶幾個吹嘴 對 不可能一下就把它吹掉了 對 那下面的勤務就沒有辦法執行了 對 其實我以前有遇過警察朋友 他說 其實有時候是人的反應很快 對不對 意思就像 你要說出生年月日 然後突然問他生肖什麼 我遇過就是說 他跟我們講說 你就直接問他說 你犯了什麼案 類似這樣子 對 我舉例 譬如說你看到大偉哥 你要套他話就很簡單 孩子是不是你的 他馬上那個 閃爍眼神 你怎麼會知道 這就有鬼 如果問我 如果問我的話 對啊 你問我的話我就一臉無辜 什麼東西 那很自然 那就知道 這個一定不干我的事 乃哥剛剛所講的 就像我們警方 我們過去在抓通緝犯有沒有 去到現場這麼多人 我們只要喊一句 乃哥誰頭轉過來 對 就有事了 要抓通緝犯 那個叫反射動作 對 直接名字跟他嗆出來 他就是會反射動作 就像乃哥剛剛講的 我們在問我們不會問說 你有沒有吸毒 對 太蠢了嘛 問說用多久了 對 沒有啦第一次用而已 對 反射動作 你就問他你用多久了 他說沒有啦第一次用 對 所以你們也絕對不會以貌取人 不會說像Simon 那麼shapa的look 你們就覺得他真的有問題 對 但是你就是種種的跡象去做判斷 對 不是說他把自己打扮得很帥氣 然後頭髮一頭長髮 就一定會開快車 那都是不一定的 就是要觀察 但是事實上黑道的用車 他們現在也偏向我們 我剛剛講的租刃 是喔 他不讓人家掌握到他是誰 難怪你們喜歡攔租刃 你看租刃車那麼多 都可能有一些不一樣的使用者 因為他們譬如說錢莊 我遇到的兄弟說警官 我所有的行業 沒有一個行業可以印名片的 他說沒有一個行業可以印出名片的 定不出來 什麼地下錢中他們叫資產管理 然後用那個去買租刃的 掛租刃牌 因為他第一個說 現在外面的狗仔非常多 你只要拍到車牌 甚至有的到汽車旅館被偷拍 然後被恐嚇啊 所以租刃車牌來講是公司的名字 對 所以他們滿喜歡用租刃車的 但是坦白講 以我剛剛講的還是辨識度高的車 他們比較喜歡 所以還是會有差別 不過最後我們也還要來看看 最近一個討論熱度非常非常高的話題 那就是警察攔檢 那他態度不好的時候 你要怎麼跟他應對 還有一件事情就是 我拒絕攔檢 我跑掉 只罰6000 這合理吧 等一下他們繼續討論 如果要講到交通罰則的比例原則 我們試想一件事情 你開車講手機是罰1500嗎 剛剛協調官跟我講 但如果我沒有拿手機 我在看電視開車 哪個比較危險 看電視開車比較危險 對不對 那不罰耶 這合理嗎對不對 這件事情就是一樣翻版啊 為什麼會這樣子罰呢 對 因為近期 這個新聞出來之後 在網路上造成非常大的討論度 像我們想說 其實酒駕本來就不應該開車 不應該 那像本人是滴酒不沾 看起來會喝 可是完全不喝酒 所以不會有這個問題 不要誤會你 可是就連我沒這個問題 我看到這個新聞 我都覺得我非常的憤怒 真的會KIT POOP的耶 一定會KIT POOP 因為再加上警察 他這個工作非常的怎麼樣 危險又辛苦 其實是危險的喔 我常常遇到零檢 我常常真的除了酒駕之外 我也看到說 OK 一個警察突然從樹蟲跳出來 我就會遇到懶你 甚至在交流道 彎 轉彎處 我們的視線死角 他在那邊設零檢站 所以這個我要常常跟警察機關講 還是零檢歸零檢 可是還是要注意自身的安全 對 那再來 這個新聞出來了 會不會造成一般大眾 一個逃避的心態 對 我們先來了解這個新聞喔 你如果看到警察藍檢 我拒檢逃逸 我直接加快油門跑掉 罰六千 罰六千而已 但是你被攔下來 那警察要你吹那個酒冊 對 我乖乖停下來 我吹 就算我不想吹 我不想被你吹 不管我態度加或者不加 都好 我要罰九萬 就是你拒絕吹酒冊 對 那如果我一般的大眾心理會講說 那我就跑就好了 感覺跑比較划算 對 我車性能好 我跑就好了 會不會造成更多用路人的安全 甚至警察的安全 所以基本上的話 這個新聞一出來 造成非常大的討論度 那所以當然今天現場裡面 不然謝教官都有不一樣的看法 可是這個新聞麻煩一下 大家稍微討論一下解釋一下 所以警政署陳署長有提議 請立法院這個顧問修法 那麼我在學校 我教育警專跟警大 我們常跟學生講 我說以後你畢業出去 坐在派出所值班的時候 走進來都是好人 為什麼 因為壞人都用抓進來的 沒有讓他自己走進來 沒錯 那如果藍的會馬上停的 都是老實人 相對老實人 你知道嗎 那完全不停硬衝的 所以我們很喜歡抓那種不守規矩 而不是這種守規矩的 但是無形中就是說 現在你只能依法行政 但是像現在的法 我們的感覺 因為你要知道 台灣是改裝 全球改裝零組件 很大的一個國家 在全球佔了很大的地位 但是我們的東西可以賣 但是不能裝 對 這就是很不可思議的 好 那我告訴你 不能裝沒有關係 他又規定說 外面不能裝 原廠的不在此線 你知道嗎 像HID 原廠的就可以了 對 所以說有時候讓執法單位也是 比如說 警察對重機 不是每一種重機都了解 對 結果聽到那種聲音 隆隆隆隆隆 跟他開嘛 我不知道你是原廠還是改裝 對 到最後 車主很反彈 他說我完全沒有改裝 這就是原廠的排氣管 那你警察跟他開 因為警察就像你剛剛講的 警察要做那麼多功課 對 他沒有辦法去了解每一個品牌 他的排氣管到底 那個造型有沒有改 真的啊 你看道爲哥 乃哥 他每天就泡在車子的世界 對 一台車過來發那個聲音 你可以馬上判斷他是原廠改裝 還是外廠改裝 對 所以我才講給你笑 更扯的是什麼 比如說警察對重機 不是每一種重機都了解 對 結果聽到那種聲音 隆隆隆隆隆 跟他開嘛 因為我不知道你是原廠 還是改裝 對 到最後 車主很反彈 他說我完全沒有改裝 這就是原廠的排氣管 那你警察跟他開 因為警察就像你剛剛講的 警察要做那麼多功課 對 他沒有辦法去了解每一個品牌 他的排氣管到底 那個造型有沒有改 真的啊 你看道爲哥 乃哥 他每天就泡在車子的世界 對 一台車過來發那個聲音 你可以馬上判斷 他是原廠改裝 還是外廠改裝 所以我才講給你笑 更扯的是什麼 以前警察 長這麼大 我們沒有看過真正的大馬 都是從圖片 然後你騎車在山區巡邏的時候 你看到了你問他 他說這是最新品種的農作物 你都還不知道你知道嗎 所以你要去做很多 像如同我剛才講車子的東西 因為警政署屬於什麼 屬於內政部 這個都全部屬於交通部 對 那這是兩個不同的部門 那還有很多很扯的啊 因為我自己實務官 我遇到的就是說 一般的民眾 比如說你車子被偷 禮拜六被偷 或禮拜天被偷 你第一個想要什麼 報警 那警方趕快跟你做筆錄 輸入電腦 這個車牌是不是張車 是不是輸入電腦了 全台灣的警政系統的電腦 這個號碼都是張車 但是接你站的沒有 因為接你站的電腦 屬於交通部的 蛤 你知道嗎 可是他是張車啊 對 他覺得你站沒有辦法查出 他是張車 他的資料要兩個小時後 才會連線才會進來 那大夫就利用什麼 利用禮拜一早上上班 那兩個小時把它過掉 這是我預購的 這是法律漏洞耶 對 這就是盲點 這個也是盲點 這是法律漏洞 就是變相鼓勵大家 請不要手法留下來讓我 乖乖的下來就9萬嘛 對 衝才6千嘛 怎麼算都衝比較對啊 那為什麼一年會有一萬多件 就是這樣出來 因為你鼓勵啊 不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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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把這個東西 不是給你 那我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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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東西 是個四人 不足 那我給你 那我給你 是個四人 我給你 有個四人